另外一位女性回到台湾来看到在南投啊 这位太太她昨天晚上去一间庙里面念经拜拜 结果呢准备离开的时候去搭电梯 疑似因为机具故障在受困在里面 长达大概一个多小时还好后来顺利脱困有惊无险 神南罗斯起子破坏工具 救援人员获报有妇人受困电梯 立刻赶到南投市这处私人寺庙进行外部拆解 切断电源装置破坏卡榫试图强制搬开电梯门 但无论怎么使劲门就是不开控制系统也无法修复 一群人围在电梯门外使用蛮力打不开 想直接破坏又担心电梯结构因此受损 等在外头的富人朋友急坏了 幸好紧急联系电梯公司维修人员从台中赶到南投 改设定利用专业器材 门这才开了 嘴巴上说着还好但从受困不然的脸上看得出这一个小时的等待真的漫长 因为没想到拜佛念经搭电梯准备下楼离开却因此受困 到底是哪里故障出问题电梯公司已经派人出面查明 就怕下一次有人又被困住 中天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